从防守反击到主动进攻,这是中国最狠一招,中国对美国反击最狠的一招是什么招?彻底断供美国和盟友都搞不出来,却又必须用的东西。中国已经全面停止对美出口加核者。 据美国之音网站1月21日报道,中国海关数据显示,中国对美国出口加核者,自2023年7月之后就已经完全停止。2023年中国对日本加出口额,瑞减近四分之三,对日者出口额也减少约三分之一。 中国切断对美国加核者的供应,对美国到底有多大打击啊?我们只需要看两点就知道了,一是加核者的用途,二是加核者的稀缺性,加是制造芯片不可或缺的材料,也是制造各种电子元器件不可或缺的材料,是液晶显示屏,制造太阳能电池等不可或缺的材料。 另外还是制造光电器件,各种传感器,化工,各种合金,稀土永磁等等很多种材料中,必须添加的一种元素,总之加广泛用于电子学,光电学,材料科学和照明技术等等领域,没有加,很多领域都会弯不转。 这是一种重要的半导体材料,在半导体,航空航天测控,核物理探测,光纤通讯,红外光学,太阳能电池,化学催化剂,生物医学等领域都有广泛而重要的应用。 这同样是芯片,芯片,电子,通信等等领域,非常重要的元素,和加一样,缺乐者同样也玩不转,那么加核者有多稀缺呢? 首先说加,目前公布的加全世界总储量约33万吨,中国加的储量就高达28万吨,占全球总储量的85%左右,但是对全世界来说,最恐怖的不是加的储量,而是加的产量。 因为中国加产量,占全球总产量的96%,也就是说中国说不给谁工,相关国家就没有加可用,然而这还不是最狠的,因为哪怕他们拥有加的储量,他自己也很难生产,因为生产太难了,需要大规模的产业支撑,需要电解铝产业,你要炼出来加。 首先你得制造大规模的电解铝,然后从电解铝的废渣中提取,如果你没有电解铝产业,加提炼的成本就非常高,因为你首先得搞了电解铝才能提取加,电解铝的市场都是成熟的,凭空生产那么多电解铝卖给谁,然而这还不是最狠的。 因为要进行电解铝的生产,你首先得有大量的电能,发达国家现在能源普遍紧张,去哪里搞那么多电,来进行电解铝的链制呢? 所以要提取加就不只是加的事,而是需要先建更多发电厂,然后再建设一个巨大的电解铝产业,然后得配套有消耗率的制造业。 这些美国有吗?没有你怎么提取加,当然技术上是可以提取,但没有产业就没办法大规模生产,因为成本和代价经济无法支撑,褶的情况和加类似,但储量更少。 全球探明的褶储量仅有8600吨,美国3870吨,中国3500吨,中美两国这含量占据全球总储量的80%以上,美国储量大, 但美国没有者这个产业,也不开采,全球70%的者由中国供应,者在自然界中分布非常分散,很难独立成矿,它是与家类似的,是含在其他矿物之中,通常与含硫化物的铅、铜和煤炭等半生。 中国主要从开采煤炭,也练千辛获得褶,褶在各种矿中含量非常少,开采难度大,并且提取过程非常复杂,因此产量一直不高。 2019年全球一年的折产量,也只有131吨,与提取加的情况相似,美国同样没办法短期内建成那么多产业,也就没办法轻易获得大量的折。 可能很多人会问,那现在美国如何获得加合者呢?一方面美国应该有一些储备,另一方面美国可以从废品中提取回收。 然而相比巨大的需求而言,无论是储备或者是从废品中提取,都意味着无法满足需求,所以中国管控加合者的出口,是对美国最狠的一招,对美国的打击不小,尤其是后劲大,越往后美国越困难。 但是美国现在不敢暴露出来,还得继续停,管控加合者的出口,是中国在中美贸易战后对美帝最狠反击。 但这绝对不是中国最后一次反击,而是中国对美国全面战略反攻的开始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只要美国籍盟友继续对中国高科技出口实施禁令,中国的反击力度会越来越大,手段会越来越多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中国反击美国的后劲极大,中美科技战打了四五年,为啥我们去年八月才如此反击美国? 这主要有三个原因,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想拖慢科技战节奏,争取更多时间。 科技战,我们毫无疑问在除气处于劣势。 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来说,让美国一步一步把招数使出来,而不是一下子把所有招数使出来,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 因为一步一步使出来,这个时间周期会很长,我们就能争取更多研发追赶的时时间。 事实上我们的确拖慢了节奏,拉长时间周期,起到了给自己争取时间的作用。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不想打草惊蛇,而是留后手,我们过早把绝招使出来,只能让美国更早意识到自己的短板。 那会打草惊蛇,会给美国更多准备时间,我们一边拖慢美国科技战的节奏,一边留下反击的后手,这是对中国最有利的局面。 我们和美国争夺的,绝非一成一成的得失,而是全局的较量。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,和过去相比,我们在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,已经准备好了。 我们准备好的标志是什么? 就是华为拥有了自己生产的5G高端芯片。 大家注意时间节点,我们用家合者反击美国的时间,仅仅比华为推出新手机提前一个多月。 也就是说当我们拥有了绝对的把握的时候,我们真正对美国的反击开始了。 为什么说中国对美国的反击,才是刚刚开始? 因为中国用家合者反击美国是战略性反攻,是要一步一步让美国陷入困境的做法。 过去美国压着中国打,未来中国在很多领域会压着美国打。 譬如家合者的管控,对美国来说就是重创。 随着时间推移,美国缺家合者的情况会越来越多,那么它的军事装备、高科技领域都会受到严重影响。 然而中国使用这种手段对付美国,那只是用了一分的劲。 因为相比加合者,中国在西土整个领域都拥有绝对的控盘优势,只要中国一步步控制住这些的出口,对美国来说绝对是持续且长期的打击。 就看这种局面,大家一眼就看明白了,美国对中国的封锁被中国突破了,芯片都做出来高端5G芯片了,其他封锁都白下没用了。 然而反过来,中国要管控西土行业,以美国现在的经济空心化情况,他们根本没有恢复这些的能力。 美国作为高科技国家,那是需要大量的西土来支撑的。 当中国管控了出口,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必然受到严重影响,美国卡中国脖子,中国一步步突破了,中国卡美国脖子,美国却很难突破。 走着瞧吧,现在还不是美国最难受的时候,我们再等三五年,等到美国下届总统任期末期的时候,我们再看美国的情况,就能明白中国的真正实力了。